上个星期六 有警察来我住的社区 宣导网路安全 小心网路上的犯罪 其中警察讲到一个案子 是一名女孩在外地工作 觉得到了适婚年纪 家里也在催促 但在生活中实在没什么机会 她就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 颇受好评的交友网站 很快就遇到了一个男性用户 女孩看了下对方的自我介绍 似乎很不错 就给对方送了短信 对方也很快有了回音 两个人就在网上聊了起来 过了几天 女孩感觉两人很投缘 男方又提出约会一次吧 并且选了一个地方 女孩觉得那地方有点偏 不过离自己住的地方也不远 又是白天见面 女孩想也还安全就答应了 等会面那天女孩先到了 男方却没有出现 只有一台车停在那里 这时候 突然车上冲出来一个男人 和一个中年妇人 男人用手抱着女孩 就要把她拉到车里 女孩吓得大声喊 引得少数几个路过的人 往这边看 男人便大声说 老婆 你不要离家出走啊 这个家离不开你啊 老婆 我错了 那中年妇女大声附和说 哎呀 干嘛非要离家出走啊 听话 回家呀 还向围过来的人解释 唉 儿子媳妇吵架 打搅各位了 真对不起啊 那些围观的人 也真以为是夫妻吵架 没人上来帮那女孩 眼看女孩就要被带走了 幸亏这时候 有个认识女孩的邻居 碰巧经过 看到这情况 赶快过来干涉 那一男一女 看见有人过来 撒下女孩 开车就跑了 女孩才能得救 警察说 这种案件渐渐多了 现代人在网路上 找对象的很多 这也是时代特色 没有好坏对错 只是别忘了 坏人也懂得 利用这种需求哦 人和人来往 不会因为是在网上 没有实际接触 就更安全一点 这让我想起 真言十四章十五节也说 通达人步步谨慎 不论是在真言 被写出来的几千年前 还是在现今的科技时代 我想这都是 很实用的提醒 你觉得是不是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 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 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 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 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 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 52mtalk at gmail.com 52mtalk at 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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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赞 订阅